又到了每周360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 回顾一下上个星期发誓车谈 炙烧可热的新闻 第一次要讲的新闻就是 Lexus EX 小改款终于登陆马来西亚市场 这款车在北美、中国、日本 还有台湾等市场上市之后 终于来到了马来西亚 在这个小改款的 EX 上面 他们在外观上面做了一点的更新 包括全新的 LED 头灯组 看起来更为瑞丽 另外这个仿锤式水箱护罩 还有前保险杆也做出了更新 让它有着比较高的辨识度 而在车型的分类上面 马来西亚的版本除了之前的 Luxury 以及 Premium 版本之外 还新增加了 F Sport 的版本 这个版本外观有着专属的空力套件 更为运动化 而且也搭配了专属的 19 寸 X Sport 轮圈 看起来真的是很帅气 不过在引擎的部分 小改款的 EX 并没有做出太大的更新 它依旧还是搭载 2.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匹配 8 速 Direct Shift 自排变速箱 最大满力表现是 204 HP 峰值扭力 247 Nm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 0-100 加速需要 9.1 秒 急速可以达到 210 公里哦 不过这款车的定位 本来就是豪华与舒适为取向 所以在性能方面 这个性能只是算是中规中矩 大家觉得这个小改款的 EX 怎么样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电动车 还有混合动力车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邻国 泰国还有印尼 他们的政府在这个电动车 或者是混合动力车的策略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激进的 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在这一块上面就比较被动 所以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商 没有办法期待政府在这一块上面做更多 因此他们只可以自己推行这个电动车 或者是混合动力车的这个策略 除了 Toyota 即将发表他们的这个混合动力 CKD 的车款之外 BMW 也即将在我国发表全新的 纯电动轿车 i4 在之前的 iX SUV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获得好评之后 这个 i4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其实也是预计中的事情 这款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 4 Series 的这个电动版本 双方在车身尺码上面都差不多 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一辆电动车 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通过 OTA 线上升级来获得全新的功能 优化车辆的性能以及续航里程 甚至是加强车辆的性能 在这个电动马达的配置上面 它采用了一具最大马力达到335 HP 的电动机 峰值扭力 430 Nm 根据 BMW 马来西亚的官网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5.7 秒 其实非常的快 而且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在它的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591 公里 理论上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让你从 新山一路开车到宜保都不需要充电 大家觉得这样的续航里程足够你使用吗? BMW 和 Toyota 它们是这个混合动力 以及纯电动车的先锋 相信在它们推出了相关的车款之后 会有更多的厂商跟进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政府会不会推出 这个免税政策来让这个本地的电动车 以及混合动力车普及化 要说的是一开始 Prius 引进本地的时候 同样也是没有这个税务减免的 是之后原厂把这款车引进来之后 政府它有相关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会不会也重蹈这个历史的负责呢? 第三则新闻 2022 年的 Mazda CS5 登陆泰国 而且这个登陆泰国的 CS5 是马来西亚组装哦 在不久前 Mazda 刚刚在北美市场发布了这个小改款的 CS5 在外观上面会有一些修正 在内装也有升级 可是在东南亚版本上面 它还是采用了一样的设计风格 包括了很瑞丽的鹰眼头灯还有尾灯珠 就连这个内装的7寸出屏主机都没有升级 但是实际上这一次的配备上面 还是有一点点的小update啦 例如说我们期待了很久的 M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一次在这个升级版的 2022 年 CS5 上面终于看到啦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它还是没有 Stop M-Go 的功能 不过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应该是觉得还好 因为主要的是这个定速巡航有在就行了 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升级就是它的柴油引擎 原本的柴油引擎最大马力是 173 HP 峰值扭力 420 Nm 可是这一次升级版本在经过了软件跟硬件的升级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提升到了 190 HP 峰值扭力 450 Nm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泰国上市 至于马来西亚市场暂时还没有太多的消息 不过由于这款车是在马来西亚组装出口到泰国 所以我们相信马来西亚版本的 2022 CS5 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 第四则新闻 Honda HR-V 在我国推出 Special Edition 版本 这个版本安全配备有升级 一般上我们的印象如果厂商为车款推出 Special Edition 的话 应该就是车身的颜色不一样 然后多了一个 SE 的牌子这样罢了 可是这一次 Honda HR-V 的 Special Edition 版本 除了拥有这些常规的升级之外 它在安全备备上面也升级了非常多 首先这个版本添加了车侧盲点侦测 跟倒车盲点侦测 这两个功能都是有这个显示灯的非常的实用 接下来还有车道变换辅助系统 以及开门警示系统 这个功能会提醒你开门的时候 后方有没有摩托车或者是有汽车经过 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也是这一次 Special Edition 版本最大的诚意 在其他的细节方面 它还是一样搭载了这个 1.8 公升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 142 PS 峰值扭力 172 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这个 Special Edition 版本全国只会有 180 台 如果大家对这个版本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赶快到这个 Honda 的展示厅 或者通过 Honda Touch 的这个 App 来预约时间咯 相信大家会说这个 HRV Special Edition 其实是一个轻货的举动 但是实际上我们相信这个新款的 HRV 不会太快登入马来西亚市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 MCO 的关系 工厂没有办法进行设定 然后全球芯片短缺加上零件供应的问题 所以新的 HRV 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这个版本不会是轻货的版本啊 最后一则新闻 又有一个中国品牌来到马来西亚的 它就是江陵玉呼咎 这个品牌在中国其实算是知名品牌 而且它的这个皮卡车在中国销量也不错 这一次江陵选择和陈畅集团合作 在马来西亚 CKD 这个江陵玉呼咎 所以它的售价因为 CKD 的关系不到 10 万令吉 所以售价方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在引擎的方面 这款车采用了 Ford 技术的 2.0 公升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 ZF 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是 143 PS 峰值扭力 340 Nm 而且它的这个四轮驱动系统是来自 Borg Warner 所以在这个软硬件都有优势的情况下 如果现在你要购买一台皮卡的话 你会不会选择这款售价很有优势的中国皮卡呢? 不过这个 10 万令吉的售价是在西马 东马的话会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依旧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 大家觉得这个皮卡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每周360 大家觉得上面提到的5个新闻 你们对哪一个最感兴趣? 还有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请大家多多留言 多多点赞 多多分享 重点是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 拜拜